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介绍一下关于现场勘察的一些事情 一个就是案情调查 任何一个案件在你要通知你去现场或者做实体检验之前 我希望大家要做好一个基本工作就是案情调查 案情的调查要做到细致 要了解全面 但是记住一点 案情的调查只是你了解一下 这个案件的使它这个使前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但是绝对不可以被所谓的案情误导或者诱导 所以要注意一个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不能全信 但是也不可不信 只是你自己来进行综合的进行分析 进行综合判断 只说它给你一些提示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给你的提示也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对你的检验提供一个方向 提供方向和进行这个排查 首先要详细了解使者的试验情况和史前的经过 这个有的情况下是没有目击者 是一概不知 但是如果有目击者 甚至有的经过了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所以这样信息量就更大一些 所以尽量要了解清楚 了解全面 应该记录案情的材料 提供者和被鉴定人的姓名 年龄 职业 地址等一般的资料 同时记录案发目击者叙述的案件的经过情况 详细的了解 并记录使者临终前的活动表现 即可能与死亡有关的人物和事 比如说情绪不好的 自杀的 使前他会有一些异常的表现 那么这些呢 给我们就有一些提示 详细询问并记录发现尸体的经过 并记录使者家属 及其他人提供的相关的情况 甚至包括使者家属 或者跟他相关的人 他的 有没有其他异常的一些表现 这些都要做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所以案情调查也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事 第二个就是现场勘察 现场勘察 一般的原则是先静态观察 后进行动态的勘察 切不可盲动 所以到了现场以后 一定是先静态的观察 后进行动态勘察 那么作为一个法医 到了现场以后 要和侦察员 其他现场勘察员 痕迹检验员 都进行协同配合工作 协调工作 这一点很重要 绝对不可以散致闯入现场 命案尸体的现场勘察 一般应在痕迹勘察 之后进行 避免破坏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 法医到现场后 又发现被害者尚未死亡 应急送医院抢救 并收集各种物证材料 这些物证的材料 包括呕吐物啊 血啊 尿液啊 等等这些 那么这里提醒一下 如果在医院治疗的过程中 血库有血的保留 这个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物证 一定要进行提取 要走法律程序进行提取 在现场如果发现有毒 可疑的毒气爆炸等迹象 应首先采取安全措施 然后进入现场 现场的勘察 首先是静态观察 然后以尸体为中心 再向周围扩展 并做到边观察 边记录绘图 并同时拍照 必要是应该录音录像 当然有这个专门的 录音录像的人在配合 要观察尸体的位置 与周围物体的关系 有没有一丝的痕迹 观察尸体的体位 湿式和医兆 湿表特征 以及副照物 并在不变动尸体状态的情况下 提取各种物证 检验被解 重大的命案现场 在侦查期间尽量封闭 保留一段时间 以备复查 第三个就是尸表的检验 尸表的检查 应该包括尸体和医招 及其副照物的检查 刚才已经简单 锁到了副照物的问题 和医招的问题 尸表检查要详细检查 实质的医招的状况 注意检查依照表面有没有副照物 破损 腐蚀 衣服的新旧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实者随身携债的贵重物品 经检验记录后 应该交给专人进行牵手保管 如果污名尸体的话呢 这样对个人识别是非常有好处的 实体 尸表检验的顺序 是至上而下 至左向右 至前向后 这个顺序呢 大家不要乱 这样呢 就不容易遗漏 仿制一下 东一下 西一下 你这样呢 在检验的过程中 就怕有一些遗漏的问题 绝对不可以有遗漏 要全面 有细致 这样呢 又有规律的进行 规律的进行 尸体外表的检查 主要记录尸体的现象 尸体的特殊的体位 及形态变化 体表的个人特征 肤罩物写痕 有物损伤 以及损伤的具体情况 关于损伤 损伤定位 要以体表的骨性标志 做参照进行描述 体表损伤的位置 及形态 形状 应与衣服上的破损 做对比 体表检查 应在印好的 体表图案上 标明各损伤的位置 并且用几何图形 描述其形状 如有多个损伤时 应注个编号 按照编号的顺序 说明其大小方向 以及损伤的种类和程度 在体表检查的时候 也可以提取有关的检查 湿血 或者是血尿 血尿的提取 这是一个 在用穿尺针就可以 是吧 无名尸体 应当当场 查明使者 湿表的特征 以及依照的颜色 款式 牌号 面料 携带的物品 证件 对包内的包装物 也要进行 细致检查 详细记录 并且对于无名尸体 一律要按 死指指纹和掌纹 提取指纹 以便尽快地 为侦察提供线索 尸体录在使后 不同时间进行多次检查 应每次分别记录和照相 因为各次的检验结果可能不同 冷藏的尸体 经过多次解冻检查后 由于红细胞的崩解 会出现许多 这个血红蛋白的进染 类似于出血 所以要和生前的损伤和病变进行区分 尤其大家切开食指的颅皮之后 整部的血液的坠疾和浸染 很容易误判为整部的皮内皮下的出血 即使冷冻也会发生霉变 所以对霉变的尸体呢 要进行这个特殊的检查 看霉变 表面发霉了 那么内部组织 一般的还保存在这可以 再次看验现场和检验尸体时 应制作补充的记录 每次检验都要有记录 都要有说明 记录了全面 对于需要保留的尸体 应妥善地保存 并向死者的家属 或者是所在的单位说明情况 对于需要提取的物品 要提案且清单 并向物主或者主管单位 经除去搜据 二 尸体解剖检验记录 在尸体解剖时 或解剖完毕以后 应做尸体记录 尸体记录 著名解剖的时间地点 解剖人 照相人 临场人 尸体检验笔录 应该由法医单独制作 切不可别人代劳 因为你是法医 你检验了 因为在现场 也可能别人给你做的笔录 或者是录音 那么回回来 自己法医要进行整理 详细记录解剖的步骤及所见 可用私线设计打印的专用记录纸 按照解剖所见 注向填录 解剖记录中 除阳性所见以外 有意义的阴性情况 也应写明这一点很重要 大家要注意 有的阳性的写的 阴性的都不写 阴性的你不写 你是没检验的还是阴性 这一点没有说明 如果你写了阴性 你说明你已经检验了 没有阳性所见 如果你要没写的话 完全可以怀疑你这块 是不是没检验 是吧 这个要注意 包括解剖照片也是 所以后背啊 其他地方没有所见 没有什么阳性所见 都要照下 不同的角度都要照 这样呢 把证据都展示清楚 比如说头部 这个 没有损伤的 但是你要检查 头部 头颅 头皮下 有没有出血 脑内有没有出血 都要给你说明 尸体的外表检查机 尸体解剖 均应该拍照或者录像 包括全身的情况 各处的损伤 以及损伤特写照片 所有的照片 应该加以说明 符有说明 与尸体解剖记录 装定在一起 从尸体中 提取了 哪些内脏器官标本 或做组织学检查 都应该做记录 所以在基层 有好多的法医 做得很好 他在给我们 送检的标本当中 记录都非常清楚 提取哪些器官 或者组织 在尸体中 要提取胃内容物 血迹尿液等标本 也应做记录 并送相关的实验室 进行检验 做读化的分析 或者物证检验 如果做组织 病理学截片检查 应对各器官组织 分别进行描述 描述其病变 这个在我们 病理检验这块 是常规了 法医病理学检验 鉴定应注意的问题 一个就是尸体抛验 应全面系统 切不可做局部解剖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这个事 我们在基层 有的时候死因可能是比较明确了 心脏的损伤 但是头内有没有损伤 还有没有其他人加害 都要进行全面系统 第二个尸体检查 观察要详尽 第三个判断病变要准确 第四个正确地提取检查 检查要提取得足够 要提取得正确 第五个尸体检验 抛验的记录要详实 绝不可以省略 阴性的也要写上 拍摄的照片要清晰 这个不但要进行全貌的进行拍照 有的时候特写也将进行拍照 在拍照特写的情况下 必须服有全貌的照片 否则它无法进行定位 照到了局部一个真眼 这个真眼是在哪个部位 在什么地方进行定位 第七个印针采用辅助检验 有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些辅助的检查 最后要求鉴定的结论 要科学客观正确 第四个问题是法医病理学的鉴定书 法医病理学的鉴定书 是经过法医鉴定人分析判定 做出的专门性的结论 最后要发送给委托人 而单纯的尸体检验记录或者报告书 只能用作这个 撰写鉴定书的材料 不能作为侦查或审判的依据 侦查或审判的依据 要拿出来分析这个鉴定意见 法医病理学鉴定书应该符合以下的要求 一个是针对委托人提出的问题 做出客观公正科学的结论 注意这个问题就是针对委托人提出的问题 委托人没有提出的问题 在鉴定书上你先不要写 就话设天竺了 要解决委托人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在有的情况下 这个你在鉴定过程中发现了 委托人没有提出的问题 而且案件还需要 这个问题你当然可以跟委托人进行协设 当然这个委托的事项不可以随便追加 如果他给你的委托书 让他重新发委托书 不可以在委托书上随意的增加或者删改 委托事项 第二个措施应简明易懂 我们是搞法医专业的 但是我们出的鉴定书 要给法官检察官警察他们来用 你要让人家看得懂 不能用过于你专业的东西 用专业的词汇 但是要给你写的通俗一些 他要明白是怎么回事 第三个要分析说明内容 应提出必要的理论和鉴定依据 分析说明是 反映一个鉴定人水平的最重要的内容 你的鉴定意见如何得出来的 是通过你对前面的检验的结果的 一个分析说明 最后拿出一个鉴定意见 所以这个分析说明要有依据 根据这些前面的一些证据 来拿出一个这个鉴定意见 那你就分析说明的时候 要充分的给你论证 逻辑要强调理要清楚 第四个是分析说明问题 必须实施求是 不若无充分根据的推测 也不能避重就轻 做出鉴定结论 要实事求是 这是最根本的 关于鉴定书的书写的要求 05年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关于司法鉴定问题的决定 还有司法部制定了 一个司法鉴定的通辙 还有这个07年的 司法部印发了 司法鉴定文书的规范 和司法鉴定协议书 等这些对鉴定的文书的 都有个明确的规定 和格式的限定 首先我说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 是司法鉴定机构 和司法鉴定人 对委托人提供的 鉴定材料进行检验 鉴定后除具的 记录司法鉴定专业 判断意见的文书 这容易理解吧 这个就是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是司法鉴定机关 和司法鉴定人 对委托人提供的 鉴定材料 进行检验后除具的 客观反映 司法鉴定人的检验过程 和检验结果的文书 好 这两个有个差别 在哪里 一个是鉴定意见书 一个检验报告书 报告书只是对 检验过程和检验结果的 一个报告 而鉴定意见书 是根据这些检验结果 所除具的一个 鉴定专业判断意见的文书 那么检验报告书 只是一个结果 司法鉴定文书 证文的规范和要求 一个就是标题 第二个编号 第三个是基本的情况 要采出都清楚 包括这些 委托人 委托事项 寿理日期 鉴定材料 鉴定日期 等一系列的问题 第四个 检验的宅药 检验宅药 当然要很简单了 知道大概怎么回事 重要的问题是 第五六七 检验的过程 要写明 鉴定的实施过程 和科学的依据 包括检验的处理 鉴定程序 所用技术方法 技术标准 和技术规范 但是现在呢 我们国家 有待于制定 很多于鉴定 相关的鉴定的标准 比如说法医病理的鉴定 就国家没有个标准 我们主要是依据 我们的专业和教科书 行规 没有个国标 法医临床 还有轻伤 轻微伤 重伤 还有伤残的 都标准的都有 再一个内容 就检验结果 分析说明 鉴定意见 落款 再一个辅助 辅助要说清楚 你这个有没有辅件 或者什么这 在辅助上写清楚 这是整个它的格式 法医病理工作 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保护 一个说一下 法医病理学工作 必要的工作条件 那么基本条件 我说一下 主要这三个 一个是 法医病理工作 法医私底解剖 要具备的一个就是 解剖时的建设 解剖时的建设 要通风 要抽气 要有冷暖装置 这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一般没有下抽风 那必须有上抽风 下抽风很好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他不会人就 工作的人 不能吸到 他有毒液气体什么 第二个 必须的仪器设备 不但是解剖时要有的 你的实验室里都要有的 第三个就是 标准化的实验室 能够进行组织学 免疫组织化学 读物分析的 这是最基本的一些要求 下一个问题 我要说到 这工作医院的保护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法医工作条件 比较差 环境艰苦 这是一个 共识的东西 共识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也要做好 自我保护 法医这个劳动保护 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也是个环境保护的问题 和社会的问题 一个就是现场 勘察中的保护 危险现场当中 要注意一些保护的问题 所以大家呢 要珍惜 这个 自己的生命 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第二对腐败尸体的 所以我们有的 基层的法医 解剖服都不穿 直接戴个手套就工作 那是 不合适的 这种现身的精神可加 但是不科学 不科学 第三个 传染病的尸体 要进一步加强保护 另外还有个 癌之病的这种防护 癌虚癌为阳性的 这样的尸体 所以这些 对于特殊的人群的尸体 我们要特别要重视 好 这时刻到这 谢谢 对于特殊的人群的尸体